那塊地的違建真的是抹黑造謠嗎 違建沒有拆 到現在拆不完 拆這麼久 圍牆只拆了一點點 是抹黑造謠嗎 如果他覺得這些事情 不想要再被人家拿出來解釋 被打出來講 那就趕快進行啊 如果他覺得過去對於109號碼頭 109號碼頭這邊的案子 109號碼頭這邊的案子 是抹黑造謠 那他就開記者會把事情講清楚 當初這個事情 跟他們家族利益之間的結構 是什麼樣子的關係 如果他認為清潛鋼機場這個案子 是抹黑造謠 他就清楚的說 他上任之後 絕對跟這個地方的土地案件 絕對不會有關係 他們家族會完全撤出 這個地方的所有開發案 他就現在講 讓大家安心 不要讓大家對於他這裡有疑慮 他為什麼不說 這是市民的權利 拜託盧市長 你是市長 你要對市民的權益 做最充分的保障 這是重點 所以 重點不要跟我講說 其實也沒有影響等等 現在跟我們反映 對於這個議題非常焦慮的 就是全台灣 以及台中市第二選區 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對於這裡的焦慮 是覺得侵犯到了他們的權益 重點在這裡 中最議題 最後的地方 然後我們贏 早在一項拍攝 再聽 night 然後你跟他們講說 我們好ita